大家好,今天是8月30日星期五,是8月最後的交易日 市場上有一句說話說,三兄四往五窮,六絕七搬身 即是七月搬不到身,即是一路會落到你 接著我有一篇文章說,七不搬身,即是八搬身 八月基本上就可以搬身了 這個搬身是不錯的,可以升得多的 在這點搬身之前,我們又看看整體的市場 如何表現?今天升得比較多,升了百多點 因此,接下來升的板塊,最多的是農業牌頭 因為有些小的東西,可能是升得多一點 保險的意思是半導體、資訊科技 全部都是足以影響到大市,十分之好 保險方面,升幅不算少,只有2%左右 那就算是這樣的 我們看看,農業方面,各別的 真是單天保自尊,這個升了100%左右 自然就會拉動了,很多的整體拉高了它 其次之後,我們看看第二個就是保險 保險一般都挺好表現的 新華保險也是多的,11%左右 這些個個都會有一點 然後還有汽車 整體都會穿得好 比亞迪升了6% 黑芝麻智能升了19% 小鵬、理想、藍推薦升成差不多近期 成為10% 升幅確實是不小的 然後半導體方面,會看到大型的主導性股票 中芯、華雄、晶門等都是升的 SMP等都是升的 其次還有就是資訊科技方面 基本上就是比亞迪電子 比較大一點的,可以一升 小米也可以一升 整體來說,升的時候的板塊就是 真是天涯江山一片紅 十分之好 反正就做到銀行股 是有一點點回軟了 剛才說過就是大市方面 繼續一直上升 這樣升上來之後就怎樣呢? 昨天也說過就是 不要看它會不斷跌 希望這樣升上來 現在升穿了之後 是升穿了之後的幾天 這個是足以做月看到的 這一點呢 是升穿了之後這裏 變成這個月的高位 整體是成了這個月的高位 那之後就應該可以看挑戰 去到就怎樣呢? 上回來 第一個這個目標位 可以提列到 是 萬九左右 因為這裏有一個是下跌的裂口 這裏再跟著之後 這些呢 就屬於再跟著上來 當然還有一些是阻力 去到這裏 是150 那麼 這個萬九是否將會是不可超越呢? 我自己個人也都認為是不是的 那我看看周線圖方面 周線圖方面呢 我們看到就是 最緊要起這一點呢 就是現在這裏這個位呢 就是大致上是192 192 所以這個呢 如果升穿了192之後呢 192之後呢 二萬多這裏就沒得走雞了 沒得走雞之後 那接著怎樣呢? 那這裏就繼續上了 那麼起這一點呢 我們繼續看看 起這裏 是一個阻力 這個阻力呢 大致上是起 這個是這個保利加通道的 周線圖的 頂部 到192 大約是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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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是190 那這裏就好了 那所以整體來說呢 我就覺得 就是大家可以 對於後市呢 是可以稍為是樂觀一點點的 那今天可以有什麼股票 可以看看 中來雲